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的成绩出炉了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 尹熙悦以0.8%的微差 显胜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入主秦瓦台 显然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主张亲美抗中 今天召开胜选后的第一场记者会就说明 保卫韩国是他的第一手则 本届韩国总统选举竞争激烈 开票过程中 两名候选人的得票一直不相伯仲 最后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尹熙悦 以1592万张票 打败得票1567万张票的 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两人得票相差约为26万张票 李在明随后承认败选 祝福对手 嘱咐尹熙悦要终结分裂与矛盾 为大韩民族开创团结和解的时代 尹熙悦的外交政策比现任自由派领袖 文在寅更强硬 主张韩美同盟 不排除扩大部署由美国主导的 萨德反飞弹系统 新任总统的主张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 可以预见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将会出现变化 尹熙悦今早的第一场正式活动 就是到国家公墓向爱国者致敬 接着召开胜选后的第一场记者会 就展现出新冠上任三把火的强硬姿态 国民的安全和资产 永途和主权和主权 继续以为 어떠한 도발도 확실하게 억제할 수 있는 강력한 국방력을 구축하겠습니다 북한的 불법적이고 불합리한 행동에 대해서는 원칙에 따라 단호하게 대처하되 남북 대화의 문은 언제든 열어둘 것입니다 现年61岁的尹熙悦 是一名政治素人 去年才投入政治 是韩国实行民主直选以来 首位没有国会议政经验的总统 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硕士的他 曾经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 总检察长超过20年 尹熙悦在文在寅2017年上任后 受到重用 因为成功起诉保守派前总统 朴槿惠的受贿和腐败案 而声明大噪 但他后期因为执意调查 多名执政党要决 又反对检察系统改革 与文在寅政府决裂 被迫辞职 随后和国民力量党合作 参选总统 一举得魁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是的 韩国人民用手中的一票 选出新任总统尹熙悦 国际媒体分析 韩国政治有明显的世代隔阂 60岁以上的选民大多数支持保守路线的国民力量党 而40至60岁的中年后世代则倾向改革派执政党 因此20到40岁的年轻选民就成为造王者 评论认为 尹熙悦承诺降低资本得利税 在未来五年打造250万户可负担房屋的竞选宣言 直接击中年轻世代的新生 成功争取到支持 说白了就是奋青将尹熙悦送进青瓦台 不过尹熙悦强化美韩军事同盟的主张 显然不受长辈殆见 长期关注韩国政治的政治学教授申吕分析 新任总统尹熙悦激进的外交政策 可能导致韩国和朝鲜发生正面冲突 内部方面教授分析 尹熙悦所在的政党缺乏多数议席支撑 未来要顺利推动政策 只能依赖民众的支持 而民众的支持完全取决于尹熙悦 有没有办法兑现竞选承诺 解决困扰韩国多时的房价和贫富差距问题 由此可见 尹熙悦虽然贫富清云 但在接下来的日子 想要维护自己的政权 也没有那么简单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打媒体 欢迎咨诺 欢迎咨诺 馀 cot 启